大家好,我是德国女生海文娜 最近我参加了青岛国企啤酒节 我听说这个啤酒节很想我们德国的Octoberfest 所以我很感兴趣了 但是青岛啤酒节让我有点失望 我想大家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7月21号穿着我的Dunder 参加老上去的啤酒节活动 我看到了有一个转态前有一个很大的棚子 这个棚子上说他们卖的是德国的慕尼黑啤酒 我们就去里面坐下 点了两盛啤酒也点了八个羊肉串 这个酒他们说的是德国原状啤酒 但是这个Hofbomation品牌我从来没喝过 所以我不敢说这个啤酒是真的 这两盛啤酒一共花了180元 这个价格对于啤酒来说已经非常贵了 但是他们啤酒有点算 我们卓位喝酒的人 他们都觉得啤酒里的水太多了 我喝完一盛以后 我一点微醺感觉都没有 这个跟我以前喝德国啤酒完全不一样 另外他们买的羊肉串也有问题 他们的羊肉串价格是15块钱一个 当我吃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买的不是羊肉 我说不上是什么肉 可能他们是他们买的是鸡肉还是鸭肉 实际上第二天我整天拉肚子了 虽然啤酒节还有其他的很好看的活动 但是喝酒和吃饭很不好 我的经历很不好 又贵又佳的 我旁边的人告诉我这种活动是赚外地人的钱 亲家人不会来 我现在很不决定是否邀请我的朋友参加啤酒节玩 大家好 今天首先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有点这个普大喜奔的事 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小视频 这个呢 是一位在中国的是比较知名的这么一位杨五毛 而且呢 他呢 还是一位德国杨五毛 最近讲啊 他自个在中国被坑的一个经历 那在这个中国墙内外啊 有几位这个中文讲的很好的德国网红 很多网友应该呢 都是知道他们的啊 应该呢 至少有三位 第一位 就是很多这个油管的网友 包括狗哥自己在内很喜欢的这个德国老雷 老雷 他这个自古以来的造型 大家呢 肯定都是很清楚的啊 老雷呢 他可以说呢 是一位这个堂堂正正啊 刚直不哈的这么一位德国自干五 另外 油管上这个还有一位很知名的这个德国网红 就是老雷的一位死对头 德国同胞 叫阿福 阿福他最近呢 还在德国呢 是告过老雷 把老雷呢 起诉到了这个德国的法庭 这个事呢 很多网友的应该呢 也都听说了 这个事呢 他就这个比较有意思啊 就是两位德国人 他们呢 因为中国的事呢 是产生了矛盾 结果呢 其中的一位德国人就在德国 把另外的一个德国人呢 给告了 狗哥是切认为啊 这个事呢 也是能够啊 充分反映 在今天 中国在这个地球上 已经产生了这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啊 所以呢 中国真的是 黑级红叉啊 中国真的是 又赢了 然后呢 还有第三位 跟这个中国有非常密切联系的德国的网红 就是刚才视频里边 大家看到的那位德国女生 她的中国名字呢 叫海文娜 最近几年 她应该呢 是一直生活在这个中国的青岛这座城市 那因为这个中国的事 这位德国女生海文娜呢 她呢 也是曾经跟老雷呢 在网上呢 是吵过架啊 所以呢 中文讲的很好 那这三位德国的网红 都是因为中国的事 阿福跟这个海文娜呢 都是跟老雷呢 是吵过架 干过架啊 所以呢 那两位啊 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个同路人了 老雷就是他们的对立面 但是在这儿呢 狗哥呢 也要说一句啊 就是同样是作为这个杨五毛 这个德国女生海文娜 跟那个阿福呢 好像呢 还不太一样 他们之间呢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这个呢 狗哥呢 待会再说 影片开头 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海文娜 她最新的视频 她讲的主要内容 大家肯定呢 是都看明白了啊 这姑娘 她呢 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青岛 最近 她作为这个德国友人 参加了著名的这个青岛国际啤酒节 喝了啤酒节上的这个德国啤酒 还搭配吃了这个中国的羊肉串 结果呢 这姑娘就发现 她喝到的这个所谓的德国啤酒呢 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德国啤酒 里边掺的这个水 好像是太多了 同时 她吃到的这个15块钱毛笔一串了 羊肉串呢 她感觉呢 也不是羊肉 应该呢 是在羊尿里边泡过的那种鸡肉 或者说呢 是鸭肉 然后她说呢 在第二天 她就整天的拉肚子 所以呢 这姑娘呢 就专门录了一个视频呢 来吐槽 她的这个亲身的经历 但是呢 狗哥认为 她对这方面吐槽 吐的还不够厉害 还不够深刻 可能呢 是她有意识呢 不愿意 在这方面呢 是吐的太深刻 她如果说吐的太深刻了 可能她在中国墙里边就要掉粉了 就这个视频本身 狗哥呢 先吐槽一下这个海文娜 这姑娘 她已经是在中国的青岛呢 是生活了好几年的时间 她的中文呢 又讲的这么好 但是呢 她现在竟然呢 还能主动的去跳青岛啤酒节这个坑 然后她果然呢 就被坑了 她被坑了以后呢 她自个儿呢 还感觉呢 是比较委屈 是非常的不满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 就能够反映出 这个姑娘 她对中国的真实情况 可能是真的缺乏了解 她这一年 在中国的青岛居住生活 是不是真的就是白生活了 她本质上 她还是一个瞎子 她对中国的真实是完全不了解 对不对 第二来 可以看一下 她这个视频下边 这个评论里边 真正的中国人 是怎么教育这个好远纳的啊 说青岛啤酒节这种活动啊 就是专门用来赚外地人的钱的啊 青岛本地人呢 根本就不会去跳这个坑 还有这个山东本地的网民说 青岛啤酒节啊 其实呢 是本地人 外地人的一块坑 只是这个本地人呢 都明白这个套路了 所以呢 就不会去 对青岛人来说 小区附近那么多便宜热闹的 中式酒吧不去 你非要去啤酒节被放雪啊 所以呢 你这脑子啊 真的是瓦特了 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狗狗说 这个德国海文纳 他其实对这个真实的中国呢 是根本不了解的 他的青岛已经是生活了好几年的时间 这个就算是这个青岛本地人了 但是呢 就像当地网民说的 你竟然呢 还要去主动的跳青岛啤酒节这个坑 所以呢 根本问题在于你是你这个脑子啊 瓦特了 那有这种脑子 在中国呢 是完全不接地气的 这位德国海文纳 大家呢 也就可以完全明白 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这个认知水平 是什么样子 小视频里边 海文纳说的这个 掺了太多水的德国啤酒 这个呢 狗哥呢 就不去这个认真评价了啊 因为狗哥自己对真正的德国啤酒呢 也不了解啊 狗哥呢 重点说一下这个中国羊肉串 在中国墙里边 便宜的羊肉串 基本上都是这个鸭肉做的 这个呢 应该已经不算是什么秘密了啊 中国墙里边这个便宜的羊肉串们 他们呢 基本上都是鸭肉啊 经过了这个羊油 据说呢 还有羊尿的这个精心的腌制啊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特色羊肉味香精的把持啊 再然后呢 加上这个炭火啊 加上自然粉 加上辣椒粉的最后的润色 最终摇身一变 就变成了这个 中国人非常喜欢的美味的羊肉串 出现在中国这个大街小巷的烧烤摊上 烧烤店里边 包括前几个月 最火的这个山东资博烧烤 那儿的这个便宜的羊肉串们啊 有很多肯定呢 也都是这样 这个德国海文纳 他出席的这个青岛啤酒节上的羊肉串 虽然卖的很贵 15块钱一串 但是呢 很可能也是鸭子们出品的 因为中国墙里边的这种啤酒节烧烤节这种场合啊 就是必须鸭子们 他们要出厂要去坑人的啊 如果不这么坑的话 就不会有利润 就不能够赚到钱 所以呢 听给我讲的这儿 大家呢 就更能够知道中国墙里边那些很便宜的资博烧烤啊 还有其他地方的烧烤都会是一些什么东西了啊 这儿再给中国的网友们提供一个很有用的信息 就是关于这个传说中的蒙古肉 庄墙里边很多饭馆里边 他们用的这个所谓的牛肉羊肉啊 用这些东西做了菜 其实呢 他们都是用蒙古肉做的 那这个蒙古肉是什么东西 里边其实呢 都是这个猪肉和鸭肉 但是呢 这些猪肉和鸭肉 他们经过一些中国人 他们的妙手加工就变成了所谓的蒙古肉 然后呢 这种蒙古肉在饭馆里边呢 就可以用来做这个水煮牛肉 就可以用来做孜然羊肉 就可以用来做铁板牛柳 当然了也可以用来做这个蒙古锅里边的飞牛啊 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烧烤它上的羊肉串啊 所以呢 中国同胞们在这方面的这个发明创造 真的可以说呢 是独步天涯啊 这方面这个功夫呢 绝对是这个全宇宙第一 这个呢 是狗哥呀 绝对可以肯定和确定的啊 所以呢 这个传说中的 中国的物价很低啊 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成本很低 其实呢 太多人的根本就不明白 这种所谓的物价很低的背后 都隐藏着什么样的很高的成本 这方面 狗哥的今天呢 就不多说了 只能是提醒一下这个墙里边的网友们呢 尽量注意 就是大家这个经济实力允许的话 还是别买太便宜的东西 特别呢 是在食品方面 这儿再多说两句 这个德国的海文娜 在狗的印象里边啊 这个海文娜 它能够在中国墙里边变成知名网红 它能够在中国墙里边活起来 主要就是几年前 它这个拍案而起 替这个中国公司华为讲话 在这个疫情之前 在2019年 当时这个美国政府限制华为 然后呢 在中国墙里边引发的那一轮 那一整年的中国爱国狂潮 大家是不是现在都还有印象啊 什么我们都是华为人啊 我们都是孟晚舟之类的 这个德国海文娜呀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身为洋人 公开替华为讲话 公开表示支持华为 然后呢 他在中国墙里边呢 就开始活起来 他现在在这个中国微博上的认证 还是为华为发声的德国女孩 她在这个中国社交媒体上呢 粉丝总数量呢 应该是超过了100万 再然后这年以来 这个德国海文娜呢 他就一头扎进了这个力挺中国 同时呢 经常批判德国的这条路啊 大家来看 光在啊 这个月啊 今年这个月里边 这个德国海文娜 他表达了一些观点啊 这个呢 是他针对批评他的这个中国网友的一个回应 他说呢 我对于中国是否是真诚的 中宣部的记者们 中国的国家媒体的编辑们 中国的地方官员们和中国的外交官们都比你清楚 我只在这个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间就收到我这个来自中国官方机构的感谢信呢 有五封表彰我对于促进中欧友好所做出的努力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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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这个海文娜他这么讲话是不是就是在公开自爆加盟 公开说他自己呢已经是成了中国政府的大外宣工具 而且呢他自个呢对这种角色呢还倍感自豪 认为他自己呢是促进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友好 他对于中国是否真诚 中国中宣部 中国国家媒体 中国官员们说了才算 他讲这种话 狗哥是真认为这个德国姑娘 他是有点中国人说的那种实心眼子 他是真有点实诚 同时大家来看一下 他对这个他自己的祖国啊 德国 德国政府的态度 最近他说的 德国的国家战略啊变得像德国信口雌黄的媒体一样 中日说一些毫无事实根据的话 他要告诉中国网民的事实是 不像德国大使馆在微博里说的那样温和 实际上德国国家战略对待中国呢是十分消极 那他这种言论 如果按照中国战狼粉红们的标准 海文娜的粉丝里边呢 大多数也都是中国的这些个小红狼们 按照他们的标准 那德国这个海文娜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恨我党 对不对 你身为一名德国人 你这么去批评自己的祖国 那是不是就是一名令人发指的恨我党 但是呢 像这样的杨五毛恨我党 他们又是这个中国的红狼们最喜欢的 这个呢就是中国粉红的战狼们 他们的双标 再加上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 才会有的现象 这个海文娜狗哥呢 也不想批评他太多了 也没看到我说了 这个德国海文娜跟那个德国阿福还不太一样 这几年观察下来 狗哥认为这个海文娜 他很可能呢 就是有点那种实心眼子 他不属于很坏的那种 狗哥呢自古以来讲 杨五毛们他们基本上也都是两种人 非傻即坏 这个德国海文娜 他应该呢是属于这个有点傻的那种 但是不管怎么着 他最近亲自在他的这个第二家乡 在青岛被老乡们是坑了 这个场景 狗哥自己呢还是这个非常的喜闻乐见的 狗哥呢是忠心希望 这个姑娘呢 他有了这次被坑的经历以后 他对真实的中国能够有一点更多的了解 狗哥的这点希望真的是忠心的 然后今天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中国体制的比较奇葩的事 像海文娜这种 他呢也是最近这一年跟中国官方 跟中国这个体制大交道多了 他这个光来自中国官方的感谢信就收到了五封 对不对 然后他自己呢 很可能就会变得这个更傻了 最近关于这个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的事 大家是不是也都是看的是这个瞠目结舌啊 意犹为尽 秦刚的事呢 也能够这个充分说明 你在这个中国体制里边混 你会是多奇葩 会是多不容易 哪怕你这个光位再高 说让你消失 你立马呢就会被消失 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中国这个体制啊 他就是这么的奇葩 这么的奇妙 再给大家分享两个关于这个中国体制的 小的奇葩 都是关于这个中国的年轻人考公务员的 中国的官方们都知道 考公务员 考编制 这个呢是最近这一年 中国墙里边的年轻人 他们最热衷的 最火的 因为这一年中国经济呢 在严重下滑 有太多的行业呢 都不景气 都是失业严重 所以呢 中国的年轻人们 他们都在这个疯狂的考公务员 考编制 他们都在疯狂的往这个中国体制里边去挤 都想拿到体制内的所谓的铁饭碗 首先来看一位这个中国小红书的网民 他的ID叫早晚 要当富婆 说呢 他跟一位朋友这个约饭啊 那位朋友呢已经是考上这个公务员了 见面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这位朋友手机上的平保 大家都看到了 是一颗这个红通通金灿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 拿这玩意儿当手机的平保 然后呢 这位网民呢就感慨 说人考上公务员以后啊 这个格局啊 确实就变得不一样了 说以前他这位朋友呢 是非iPhone不用 但是呢 他现在用的穿的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国国产货 那朋友说呢 其实他这么做呢 也不是出自他这个主观的意愿 主要呢 是他身为公务员的这种工作环境和氛围 确实呢 就会让人呢 不自觉的去跟风啊 不然呢 他自己呢 就觉得呢 他不合权 所以呢 考工以后啊 真的是很神奇 就是说呢 你只要是进了这个中国体制内 特别呢 你进了这个中国的政府机构 你去做了这个公务员 那基本上这个格局呢 就大不一样了 这个格局呢 立马就变大了 你就不能够再用这个苹果手机了 那中国的公务员们 不敢再用苹果手机 这个呢 狗哥是早就知道了啊 但是呢 手机的平保 用国灰 这个呢 还真是第一次见 真的是又开眼了 关于考公务员 最近呢 还有一个这个很奇葩的案例 大家来看 是一位中国的女生 说她男朋友啊 是考上了公务员 然后呢 男朋友呢 就痛哭流涕的 要斩她 所以呢 她就发帖子 问她应该怎么办 这儿 她用斩这个词 狗哥呢 也是第一次的看到 狗以前知道 在中国墙里边 这个考公务员 如果成功 这个呢 就叫上岸 但是呢 你上岸以后 就去斩这个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或者是好机友 这种斩法 狗哥呢 还真是这个第一次看到 这个姑娘最后说呢 她已经是同意了 让考公上岸的男朋友呢 斩了 说这个世界呢 毕竟呢 是不公平 他们呢 都是小人物 爱就是成全 她呢 就只能放手 只能是祝福 她的这个前男友 在以后 他们就只能是作为 这个普通的好朋友了 还说呢 前男友 给了她这个 两万块钱毛币 这个呢 是她卡里边 全部的钱 前男友呢 还给她写了一份 这个以后 当大官以后 必须要还她人情的承诺书 这位姑娘呢 也写了一份 如果这个前男友 以后当了大官 就愿意跟她发展 地下关系的承诺书 看到这儿 狗哥呢 马上就又想到了那个秦刚 因为这个江湖上 有这个转手 转了十八道的小道消息 说那个秦刚呢 也有过 什么承诺书之类的 结果呢 就翻船了 如何如何 所以呢 狗哥真的就是再一次的感慨 就是热衷于进中国体制的那些个人 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 最后呢 都是被这个体制啊 搞变态了 都是已经被搞了 完全不是人了 他们都变成了这个党国集权 这个机器上的一颗冷冰冰 毫无人性 而且呢 超级奇葩的螺丝钉 所以呢 狗哥自古以来呢 有两句话 就第一 对于最优秀的这个中国年轻人们来说 千万不要去考工考编制 进这个中国的体制 这个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对于这个不太优秀的中国的年轻人来说 可以去考工考编 进中国的体制 拿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 但是呢 你必须呢 要明白 你拿这种饭碗 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就是你端着这个饭碗 那你基本上就会活得是毫无尊严 你基本上就会被这个体制呢 是折磨成行尸走肉 会被折磨成很大概率 变成各种奇葩 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大家呢 要明白这种代价会是什么 好了 今天的介绍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明天接着聊 拜拜